本宫就只有这一个弟弟 你刚才说你只有一个弟弟 现在也只有一个弟弟 明明有两个弟弟 非得说有一个弟弟 结果一刀下去真的变成了一个 宁缺赶在朝堂之上公然示君 其实也并非因为公主李渔的一句话 自从李渔姐弟篡位登基以来 朝野动荡 无数的忠臣良将遭到迫害 唐国内忧外患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自从宁缺在魏城救下皇后之后 将夫子登天 唐王驾崩以来大唐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的了解了一遍 知道了大唐目前已经是风雨飘摇 于是决定带着整个魏城的军民马上撤离 只有老马却是执意留下守城 再过三个月啊 老马就快高楼了 所以呢 我就不跟你走 我知道你守不得魏城 但你留下来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这很难 可是不管再难 咱们也得上啊 宁缺无奈的只能带着魏城所有的守军 还有城中的百姓赶往唐国都城 只留下了老马 以及数十名甘愿留守的军民 由龙庆率领的金帐骑兵 果然随后就到达了魏城 数万铁骑踏广 魏城瞬间被金帐骑兵屠城 老马战死魏城为国捐躯 金帐骑兵继续南下 冰封直指都城长安 举世伐唐已经开始 唐国的至暗时刻已经到来 数月之后 宁缺将魏城的镇北军交给大将徐迟之后 只带着皇后和六皇子李虎获回到都城 见到了正在监国的公主李渔 李渔面对宁缺的质问 自然是无言以对 作为一个伏地魔的他 当然不想让自己的弟弟退位 只能尝试各种方式试图说服宁缺 支持他们解定 然而宁缺根本就不想将一个国家 交给这样一个无德的废材 查到七分吧 留下三分便是人前 篡改遗诏已经是死罪了 我保你和李渔元不死 你这还是让我死 宁缺本想让李渔元 主动退位后留他一命 起料一直都在暗中观察的李渔元 根本就不中用 不懂得珍惜眼前的机会 反而耍起了小聪明非得作死 在他们的茶中下毒 竟然连自己的姐姐李渔都不过 是你家的毒 要不是宁缺苦苦相逼 弟弟怎么会受此下死 你这个畜生 还是要感谢王姐 要不是你 我怎么当得上大唐的国君呢 就在这个李渔球得意忘形之时 假装中毒的宁缺 却是突然醒来抽出了坡刀 当场就要废掉这个草包皇帝 这时的李渔 虽然看清了这个混账弟弟的德行 但是依旧不愿意看着他死 哭得梨花带雨承认篡改一照 答应退位 宁缺望着这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大唐公主 只好又留下这个李渔球 次日清晨朝会 李渔元却是当着满朝文武下过 只是宣读了自己的罪己诏 然而并没有退位的打算 姐弟俩只想着搪塞此事 想着当着满朝文武 宁缺也不能处置李渔元 本宫就只有这一个弟弟 他所犯下的过错 当有我这个做王姐的承担 李渔只想着替弟弟承担所有 终于挥出了那一刀 李渔元当场去见了先帝 宁缺这一刀直接结束了大唐的内乱 这一刀也正是他力挽狂澜的开始 无论是公主派还有皇后派 都没有了选择 宁缺说完整个朝堂一片死寂 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雨的大臣们 都冷静下来愕然发现 这正是目前最好的结局 六皇子李琥珀即为登基 大唐的内乱终于结束 开始一致对外 正式开始反击